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于过去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收藏家 这个过云楼的这个旧藏 据说是海内孤本啊 拍了多少呢 1.88个亿人民币 如果这样 不是两点多少吗 落学价是1.88亿 加上用金 加上就是这就说到他了 他因为咱们就请来这件事的这个第一当事人啊 他就是矿石的董董 董事长吗 董国家 姓董又是董事长 董董呢我跟你说 徐老师你前一阵在香港 你应该有所耳闻 他首先是个爆料的 前一阵在香港呢 有个乳窑的那个碟子 卖了两亿出头的那个港币 开头有人在微博上爆料 说是香港的那个著名的大刘 刘鸾雄买的 结果后来证明是刘料 但是爆料的就是董董 这暴了他也是别 他也是因为别人爆料 然后呢我就给转发了一下 那因为那么那个爆料的人可能没有我这个这个在市场里面影响大 所以呢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记者都说哎 董国强说是谁谁买的 对对对 没跟你说我跟你说 其实我是传谣的 是是是 你这个工作方法跟我们媒体是一样的 这个没什么 你不是传谣你传的是事实 对不对 但是最终证明不是事实啊 不是刘鸾雄买的 你说是刘鸾雄买的 当然是刘鸾雄买的 但是这回可确实是真的 因为他是亲自见证 对 而且呢老实讲就这套书啊 他们这个公司是花了心思 这当做国宝来处理 而且呢中国的拍卖公司啊 咱就说搭台唱戏 徐老师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 人家说中国拍卖公司 就做的还不错 你再看看 专门为这套书啊 简直是建了一个一个一个舞台 你看到没有 像摄影棚一样 像摄影棚 进门你看透过这个青纱 哎 里边是这个书 你再看第二张 这个锦绣万花鼓 这等于啊 是宋代的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啊 这是哎 这个书 那一共雷起来有有有有的 面积上 我纠正一下 刚才说卖了1.88亿 不是一套锦绣万花鼓 就是锦绣万花鼓 只是它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 是一批过云龙藏书 是一个标的 一共是179部书 总的测数是1292册 哦 1200本书 对 这是过云龙所有藏书的 过云龙 对不起 过云龙 过云龙 所有书的四分之一 对不对 但是他说精华就在这四分之一 他们有人说 说这1亿8都是买这套锦绣万花鼓的 不是 1亿8 最重要 18800万 是这个179部书 对 那么过那个锦绣万花鼓 那么大家认为它应该值1亿5 哦 它在里面占的比重可能是三分之二的 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 对 那么好像是谁卖出来 谁买进 这都不能宣传 不是 谁买进 这都人家宣传 开新闻发布会 对啊 第二天就开了新闻发布会 我们凤凰买的 凤凰买的 不过是江苏的凤凰 此凤凰非彼凤凰 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我还以为 虚人那时候都 买了 而且你知道这几天很神秘 买了之后呢 这凤凰出版集团说了 我们要建楼 我们要怎么 还认真对待这个国宝 可是 今天要听他呀 披露一下 就是说呀 这个事也许还有变数 对 你可以讲讲 因为呢 文物局 那专门为这场拍卖 下了一个文件 那么因为这批书的 这个里面 很多是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所以呢 这批书 那么拍卖呢 有这样一个规则 就是在拍卖当中 国家的相关的文博收藏 文博单位 或者叫文物收藏单位 就是国有的 他是有权采取 政府优先购买的这样一个权利 什么叫优先购买 优先购买 就是说什么 他可以不参加拍卖 他也可以参加拍卖 但是他呢 最后成交的那个最高的价格 他有权以这个价格来收购 即便在厂上 他没有买到 他也可以在七天之内 他在决定 我要还是不要 就相当于斗地主 他手里有一炸弹 没错 比如说是他这炸弹什么时候出 6月4号现在举到了1亿8800 那么在七天之内 要是有个国家文博单位要买 那国家文博单位说这价我出 他优先拿 就是如果说这是像他说的那样 那就等于是凤凰叫价 国家买单 凤凰叫价国家买单 但您这话也说的 说起来好像有点 好像是个局 听着像个局 是不是这样吗 他是这几天要接触了一家 是不是 对 因为凤凰叫价 不是这个凤凰 不是这个凤凰 凤凰叫价是什么概念 凤凰因为他是要买 他买他当然要把别的竞争对手打败 他才能获得 他才能获得这个竞得 对 那场上有人跟他 有钱一口举到了1亿8700万 他1亿8800万没人举了 那么他获得了这样的 那么他第二天也发布新闻发布会 他也也说我们 他就在想 就说凤凰辛辛苦苦得来的胜利成果 很有可能被国家拿去了 对对对 但是是不是有这一说 就是说是要要 要有一家国家的这个文博单位 嗯 要买这个书 就是那就是说 不是属于这个凤凰集团的了 嗯嗯 这事能确实吗 嗯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在拍卖之前 确实有国有的呃文物收藏单位 呃有这个意向 嗯 买这个书 啊 这个是确实是有的 所以我 我这我这彻底外行了 我讨教一下 这个政策是现在刚刚开始 以前没有的 这个政策 我们已经呃 我们国家用采取这个政策来 在拍卖场上来参与这个呃文物的收购 已经有几年时间了 嗯 那么过去我们的这个 我们过去采取的一个 可以说应该是呃 更王道的一个一个政策 是什么叫定向拍卖 嗯 定向拍卖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杯子是一个私人拿来的 这个东西是个一金文物 嗯 那么国家可以规定这个东西 只有国有的 这个文博单位可以买 个人和个私人企业都不许买 那么这样来说呢 那个呢 就是说叫的价格 当然说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高 因为政府和政府之间不会挣啊 反正我们是知道这个 所以他他这个 谁定他是一级文物的呢 文物局 文物局 至少至少文物局要知道有什么东西 在谁那里 那么更早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是 比方说我知道你邓文涛家里有个一级文物了 你就应该捐献给国家 或者国家可以收归国有的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文革的时候 以前吧 是以前是那样的 文革后 文革之后就这种事情 文革以后就是定向拍卖 就没有了 现在就是说是优先拍卖 文革以后 文革以后 我们的拍卖 中国的拍卖 其实是从93年94年才开始 不是 徐老师 我跟你讲 这个董董他这儿啊 真的是一个窗口 可以让咱们观察呀 甚至观察现在中国的经济 比如说这一次这个春春季拍卖开始之前 我跟你聊天 当时你就说过一句话呀 他说呀 这次啊 这个总的来说啊 情况不会太好 对 我说为什么不会太好 他说 希腊迁在太多了 不是 你答应说的不叫行话了 他说这行话就是 那前些年买了东西的那些人 到现在还没付钱呢 手里都没钱了 怎么可能这回拍卖好呢 我说的是这样 你那一说 又被夸大了 我说是前些年买东西的人 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可能还欠着一部分钱呢 我说他们没给钱 但而且他们欠的钱 也不是说过去的 是上一场的 就比如说去年秋拍 很多买的东西 买了很多的人 比如说他买了5000万 他付了4000万 还欠一欠的 那么他这一场 东西已经拿走了 东西没拿走 东西还在我们 我们是钱没付清 东西不能拿走 但也不兴分期付款的是吧 不兴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但是东西不分期给 东西不能 不能把东西切碎了 然后分期给他 所以呢 就是钱付精彩给他 但是你想 如果就是比如 假设 比如是你 这个东西5000万买了 现在只付4000 还1000没付 那这场拍卖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来了 而且呢 你知道这个付 这个中国拍卖市场上 不付钱 这种现象 现在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 以前好像拍 一个什么授手 好像是福建 什么地方 福建那人 在英国拍 后来就不付了 他要为中华民族 争尊严嘛 就不付钱嘛 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 假如说我买了个东西 我钱还没付清 他有没有权利 把这个东西再投入市场 再去拍 没有权利 一定要付清 以后他再来 不付清 拍卖公司 不会把东西给他的 所以呢 市场上 其实你包括 我看媒体上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误解 有这种误解 说这个人 东西买了 先给定下来 然后呢 把它卖了 再去赚钱 其实这都是想当然的 因为你不把钱付清 你东西不能拿走 你就不可能去第二次交易 明白了 跟仇不一样 不一样 没错 那得也有一种 不是有一个人嘛 就是汉代那个金驴御御医嘛 他就跟银行的一起做局 说这玩意儿 找故宫 前故宫的退息专家 值多少个亿来着 值多少个亿 借了一大笔钱 对 那东西倒是他自己手里的 但是是他自个儿穿的 穿了一下 但是咱们接下广告 香香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春雪 采了一大笔钱 采了一大笔之水 最冤极 年份的将 也仅够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徐老师一脑门子问题 对 我还有一个 最近想了很久的问题 因为我听说 有几位当代的画家的画 现在卖得非常高 对不对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我就虽然我是外行 可是我对中国目前的乱象 非常不能理解 大约在同期吧 就最近我就说 这个过云楼这个书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 就是著名画家李克冉 的万山红遍 你说这个海内孤本 这一套40册送本书 卖了1.88 他一共两 你说多少本 1290 1200本书 跟一张画差不多价钱 这个外 哪差不多 万山红遍 两亿五两亿五千多人民币 加上用金 两亿九 两亿九人民币 李克冉 万山红遍 金就是等于现代的这么一个一个画家 他怎么可以卖这么多 当然有人愿意出钱 但但为什么你能说什么 对啊 我这个是看不懂 艺术品市场啊 其实很难类比的 那你要这么说 咱们其实是你说一个瓷器 瓷器还有卖 卖三个亿 卖五个亿的都有 那如果跟李克冉的万山红遍比 那我认为那个价格更不合理 我觉得啊 我听到过来 为什么呢 那个东西是清代的工匠烧的 而且烧的不是一只 一烧烧一批的 可是留到今天就很少啊 留到今天很少 李克冉更少啊 李克冉这样的 画这个万山红遍 题材这个画 他只画了几张啊 齐白石的虾有多少啊 齐白石虾 那每一张都不同啊 但现在每一张都不同 对 你看我上次我们讲的那个碗 对不对 那个碗两亿的 如窑 人家宋代 就厉害 就这个宋代 你现在很少了嘛 你这宋代的研究都 这个很难研究 我现在听说 我就是我困惑跟他一样 我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因为我在我想象的 我外行想象 两千本宋代的书 跟一个几十年前 跟钱宗书他们一起打扫牛棚的 受委屈的知识分子的画家的一个画 那个画家的画比他更高 然后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所以现在很多齐白石的画 当代的很多画 就是当代 比那个明代的画家的画还值钱 明代大画家的董奇昌 才卖三百万 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 现在的画家就卖两个亿 然后我的问题是更一个问题 他们说现在这些画的买进买出 很多买家 其实不是个人 是公司 而那些公司 其实都是大的国家机构的办的公司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就他们在买这些画 你们在问啥了 您觉得说什么 对 您觉得这个他们不应该买 不是不应该买 我的小人之心是这样的 他这个钱如果买对了 这个画增值很高 这个公司 我们假定 简短 简短 大家还可以给他们说 你说 就是买对了 他可以赚很多钱 买不对 赔的不是他的钱 对 您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 首先第一 咱们先说这个 您刚才说的 董奇昌 卖三百万 对 李克兰卖两亿多 那首先一个问题 董奇昌 社会上知道的人 肯定没有知道 李克兰的人多 这是第一 明信不合当 这是我们的罪过 这是我们的罪过 这是因为我们有文化革命 有这些 有一个文化的断层 对吧 有一个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董奇昌的画 今天能看真假的 没有几个人 李克兰这个画 是板上钉钉 肯定是真的 来源出处 都是非常可靠的 如果 对 如果董奇昌的话 来源出处 非常可靠 然后所有人 都一致认为是真的 那董奇昌的话 也不是三百万 应该是三千万 但是就即便如此 跟他还是差十倍 对 那么这十倍的原因 就是文化的 就是当今社会 审美社会的 这种文化的 这种 没文化 就是没文化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但跟文物市场的 这个资金流动的来源 有没有关系 他刚才问那问题 然后跟资金 是不是纯粹是私人的 对 那就刚才我回答您这个问题 如果是个国有的企业 他要收购艺术品 他只敢买最有把握的 最有把握是什么 李克兰最有把握 这个东西肯定是真的 他不敢去冒险买董奇昌 对 而且他艺术上 他也没有这个建设 而且再有一个 他买的这个李克兰 不会有人说这是假的 谁说这假的 这人挨骂 因为这个东西来源非常清楚 我认识他孙子 对 但是再有一点 你买了个董奇昌 天天来的 就说这个市场里 假行家比假话还多 明明是个真的 今天来说 我看这个人家的字不好 你们上当了 你们上当了 没错 反而给自己添很多恶心 对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阴谋论 平常听人说 你们这行里很有很多黑幕 你比方说 一旦要有一个像李克兰这个卖两亿多的 我首先就会听到一种留言 咱们会或者说是摇眼 就说做局的 哪能卖这么多 这是几方 甚至还有一种当代艺术家 你听说自买自卖的 因为炒高身价 是吧 你知道这事吗 他说卖几千万 实际上是他自买自卖 这样的话过一道手 然后他这个大家就说 他的画质这么多钱 这个事情 在中国现阶段 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都有不规范的黑幕 尤其是你们这个行业 你不能要求 你不能要求艺术品拍卖这个市场 就是铁板一块 这是一个 水自情无余 这是一个整个的 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 那你说的情况有没有 肯定是有 但是有 他肯定是少数 他肯定不是普遍现象 不是说所有当代的画家 那画全是自己炒高的 我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过云楼真货 是吧 一大堆啊 你想想 没错 万山红殿也是真货 值不值呢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风盛十年延续美丽传奇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现已接受过名 预知详情 请登陆凤凰网 传场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那爆料 接着爆料 咱们刚放广告的时候爆料 现在不说 不说了 咱这个牵涉私人 对 咱们这董董 你平常听说过点什么事 你比如说我还听说过一种 你知道现在 他中国这个特有的经济形势 外国人呢 要不说是比较守承诺 或者是中和约 但中国人甚至有些时候 我听说过叫三角寨 说在你们这个地方 什么叫三角寨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这行业三角寨 是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啊 你送了一张画 给我拍 卖了两百万 然后呢 两百万 你呢 你看一个东西 你在这 同样这个这场拍卖里 你又看到一个东西 你喜欢 150万 你把它买了 那么你买的这件东西呢 是文涛送的 那 你卖那个两百万 钱没收到 但是呢 你又买了一个150万 这是文涛送的 这个那个两百万 如果不付的话 这个三角寨就形成了 对吧 因为拍卖公司 既不能付给你这个150万 因为你的150万 是他他买的 他买的 他卖了两百万的钱 没收到 对不对 他呢 又不会再付150万出来 但因为我 我每次卖了两百万 我在你这卖的钱是富裕的呀 就给同一家拍卖公司 对吧 就等于不用付钱了 那么也就变成了 我们来说呢 我们要面对两个人指责 你指责我 说你我这个 一卖了一百五万 到现在的钱还没出 还不给我 对不对 然后你呢 说我这两百万 你还应该再退给我50万呢 但是就因为这一个人付了两百万 如果说这个事情啊 更 这个事情还有一个 恰巧你们俩要认识 你呢 你拿着这150万买的东西 因为你卖了两百万 你买150 那作为拍卖公司来说 觉得不用不怕 不怕这个你不付钱了吗 所以这东西可能就交给你了 因为我们还 不但你已经钱 已经不应该给钱 我们还要给你50万 对不对 恰巧你们俩还认识 你拿着这东西找文涛去 显卖去 你说你看我这东西买的好不好 这文涛这东西就我的呀 文涛肯定马上来找拍卖公司 你们怎么回事 钱没给东西就拿走了 你们肯定收到钱了 对不对 你不收到钱东西也不会拿走啊 所以拍卖行虽然看上去像这样 怎么不管怎么拍卖 用金你们都稳赚 但其实你们也有很大的风险 我跟你讲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从2005年开始做拍卖 我这七年时间 我挨的骂呀 比我前面我这个前面这40年挨的骂都多 但你为什么这个6月4号你这个拍卖这么大的一端买卖 你都敢做呢 你是什么雄心壮志呢 人不但做呀 这还得吹捧吹捧的 人家就是说如果国家文博单位收购了这个锦绣万花股 他不收用金 什么东西 不是不收佣金 不收买 你别坑人家 是收佣金 但收完以后我把它捐出去 我不收就变成我免的佣金 别人只觉得我高姿态 那我收我把我应收的收进来以后再把它捐出去 这钱是我捐出的 那家伙快的是几千万呢 大概应该将近三千万吧 你这么有钱呢 你就能捐了 不是 我觉得这事情这样啊 那么作为首先第一这批书 这批书放到你眼前的时候 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文化有感情的人都会被他拿下 我们这个书到全国各地巡展 很多人呀都是蜂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不是95都不懂吗 不懂吗 对 但是还是 但是为什么要看 他买了